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為什麼現代的人學詠春和以前的人學詠春有不同? 是因為現在的人以為詠春一學就會變成高手 詠春的目的並不是訓練我們變成高手 而是訓練我們在練習的過程中 配合我們的手法、身法、步法和招式的變化 有一次我就跟師傅說了一下 我說你這東西有沒有用啊? 師傅說那你試一下 那我就當時想可以那我試一下 我就一錢打過去 但是我自己都不知道怎麼回事 一錢打過去似乎一個攤子我就把它搞定了 大家有沒有看賢敏的電影? 如果看了之後你們應該會發覺裡面 武術的招式是非常之華麗和很流暢 但是其實在現實世界當中 詠春拳真正在實戰的時候 是很難能夠打到這麼流暢 其實電影裏面做出來的詠春 大家都會看到他幾乎是等打的 但是其實真正的冥春 是可以善於長功 就是直接簡單快速 幾秒之內就要得到對手 所以傳統路線呢 用心慢慢地斜斜 其實就是一個大一個產品 有靠近跟站不一樣的 我們不再啦 沒有靠近 三秒鐘的一個 怎麼會 這樣呢 我們不然 再來 對手 山洞 山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